沒錯今天就是要靠北公車的NG行為 上次靠北啊計程車的NG行為 我不懂一堆司機出來在那邊酸是什麼意思 我只是把NG的行為講出來而已 你覺得你沒有做就沒事啦 幹嘛一直留言講那堆阿瓜的話咧 你這樣真的會改變大家對於這些惡劣司機的印象嗎 只會讓大家覺得 對!你就是那種沒水準的人嘛 好回歸正題 今天要靠北的就是公車的NG行為 我先分享幾個我自己啦 我自己印象很深的經驗 我在高中的時候都是搭公車上學 可能跟大家都一樣 我自己搭的這條公車路線 剛好有兩間客運公司在經營 一個是三叉一個是首叉 反正就有兩間公司在經營 他們經營同一條路線 所以他們就存在著競爭關係 兩邊的司機也常常因為搶客人 或是說兩台車的距離太近了 會影響到載客人的問題 然後在那邊開窗戶 撲嗆打嘴跑 有一次一樣是早上六七點的時候 我一如往常搭公車上去學校 又遇到兩台公車司機 又是因為這個問題 兩台車太近了在吵架 只是這次很誇張的是 我們這台司機我們是在後面的 他被激怒了 在一個只有雙向單邊可以通行的道路上 他逆向超車 而且他超的對向是一台公車 公車這麼長 他逆向超車還超那台公車 對方肯定不讓嘛 所以兩台公車就在路上並排狂飆 我們這台是逆向 從頭到尾是逆向 我這樣變成這樣子逆向 最後我們這台公車的司機 他在對方不讓的情況之下 硬生生的往右切 然後突然聽到了一聲 咿咿咿的聲音 沒有錯 這台車 他的左後方的後照鏡掉下來 然後我們的車順利的超越他了 這個時候我們這台公車司機 直接下車 走到後面去 去嗆這個 後面這台公車司機 把他屌嗆一番之後 他從此 就沒有再跟上來我們 全車的乘客包含我在內 都在一個非常傻眼的情況下 度過了這一趟不可思議的公車旅程 另一個也很猛 我忘記是什麼原因 我高中的時候被寄過 被寄過我假日都要去愛校服務 假日搭公車學校人板就很少 我們學校就是底站 就是最後一站 所以快到學校的時候 剩下我一個人在車上 這時候我們的公車司機 就和一台自小客車發聲衝突 兩個人 就是互相按喇叭 叫囂嗆聲 我想說嗆完 那車子開走之後就沒事了 沒想到這台自小客車 衝上來我們前面 然後把我們這台公車攬下來 這個人下車之後 走到公車司機這一面 一直嗆公車司機 兩個人互相報上名號 說我混哪裡的 你混哪裡的 然後開始鬼打牆了 一個說 你把你沒落 一個說 你把你沒起來 一個叫他上來 一個叫他下來 然後公車司機還講出一句很好笑 他說 我在上班啦 不可以下去 我傻眼 僵持不下之後 對方他就走回到他的車上 想說這個鬧劇要結束了 沒想到我們這個公車司機 他很調皮啊 他還倒車 試圖要撞那個人啊 他也沒有真的要撞 他就是很調皮 在那邊鬧事的那一種 想當然啦 這個男的 他被這樣子弄一下 他又不爽 又回來繼續嗆 這個時候司機不知道 從哪裡去拿出一根木棒 然後開始往下戳 一直戳戳戳戳 戳那個人 然後對方也不爽了 對方就回到車上 想要去拿格西 然後我就在這個時候 跟司機說 司機不好意思 我可以先下車 因為我在旁邊目睹這一切 我覺得太傻眼了 我下車我往前走 我發現整條路上 所有的人都在關注這場鬧劇 最好笑的是啦 我往前走 走到早餐店 我要去買早餐了 我回頭看一下這台公車 我發現 公車司機剛剛那隻木棒 已經被下面那個人搶走 然後下面那個人 用跳起來一直戳上面 一直戳上面 一直戳上面 我整個笑爛了 我在想說 你們到底在玩什麼 這兩個就是我遇過 最荒謬的公車的NG行為 我是不知道 現在還沒有那麼誇張 畢竟我高中畢業後 我就沒有再搭過公車了 對了 我高中的時候 我印象很深刻 有一個司機 我不知道他的車是有改還是怎麼樣 別人都是手排車 他的車就是自排車 然後他可以全程都開80公里 時速80公里 把公車當作轎車來開 然後轉來轉去 然後每次都開得非常極限跟緊繃 有時候我站在他的旁邊 我看出去 我覺得都超驚險 他都差了一點 後照鏡要拔到人家的頭 不然就拔到人家的摩托車 還有一種司機也很靠北 不知道他是為了業績還怎麼樣 他會一直叫你往後站 一直叫你往後塞 整台車都已經塞到滿了 他還一直叫你往後 那你不往後他就不開 他就很秋 他說你們不往後我就不走 沒人動他就不開車 我真的覺得超靠北的 我搭的公車還要像個電車吃飯一樣 全部都黏在一起 到底是三小 態度那麼差 然後又只敢對學生秋 現在回想起來真的是很靠北 最近有個公車司機 他不知道是心情不好還是怎樣 因為有人按了0 然後沒有人下車 他直接暴走 他停在路邊直接不開 然後直接停10分鐘 我能體會司機那種 有點被耍的心情 可是你這樣子做其他乘客也很水小 如果因為這樣子遲到是真的很靠北 別按著 別按著你 講一下XX 有沒有辦法把他司機當人啊 有些公車司機啊 靠站停車啦 或是說要出站的時候啦 特別特別的狂 我們都知道公車是不好切車道 但你他媽也不能完全的 不顧慮其他車子 就這樣子一切一擠吧 你就仗著你的車子比較大嗎 這樣真的是很靠北 開車遇到這種真的是 超級他媽不爽 他有那種就是啊 你去給他招手 他不停車 腳上沒看見直接開過去 不然就是啊 停車了 你上車之後又硬要騷你兩句 為什麼你不找一點招手 那你是在靠北嗎 前面這麼多公車 我當然是要等前面的公車先開走 再招你這一台啊 不然我就招錯台了啊 其他人就不講了啦 什麼公車司機靠站 在那邊玩手機啊 打瞌睡的啦 乘客還沒上完車 或是還沒下完車 你就急著關門的啦 網路上啊 有一堆這樣子的影片 跟這樣子的新聞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總結一下 我相信有很多很棒的司機 我自己也遇過很多很客氣 而且很貼心的司機 總是會有這群老鼠屎 就是欠人家靠北的 就是需要被我們提出來 這樣子才能去檢討改進 才能讓我們偉大的政府機關 去做一點事情 我們的社會要進步 我們的大眾運輸交通工具 總是也要進步啊 我自己搭公車的經驗啊 回顧到高中時期 算一算一十三十四年 我是不知道這十多年來 公車有沒有改變 但我相信現在公車的硬體 肯定比以前好很多啦 以前有很多那種 破爛到不行的公車 冷氣很爛啊 椅子很爛 然後車子又很破爛的那種 然後我他媽我高中 我就大概一百八十五左右 我就不懂為什麼 大眾交通運輸工具 他對高的人這麼的不友善 這些公車椅子 我根本就沒辦法坐 我每次坐下去之後 我的膝蓋都直接 黏在前座的椅背上 這個坐起來真的是超級靠北的 我寧願站一個多小時 我也不願意坐下 因為坐著實在太痛苦了 除非前面是沒有椅子的 我才有辦法伸我的腳 如果你還有更多更多 靠北的公車NG行為 歡迎你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追蹤、訂閱、分享、設定 就來全部都做起來 我是Kevin 我們下次見 掰掰